爱你的邻舍 关怀在你周边甚至是远方的人 是最直接爱的表现 也是耶稣对我们的教导 为了让年轻的孩子们能更具体的了解 如何服侍有需要的人及有实际的行动 有神基圣家古基督教会的青少年牧师Ben 五年前开始带领教会的年轻人 服侍儿童饥饿基金 Ben牧师认为 除非有具体的行动 否则无法让孩子们更深的了解 如仆人般服侍的心智 所以今天我们有更多的60个人 来到与Diamond Bar Church Arcadia 和San Gabriel Valley 所以我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人 为年轻人 要有的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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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很有趣的 能够能够能够 能够真正的供应 尤其是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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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也希望 那些孩子 能够能够明白 谁是神 和在这里的工作 儿童饥饿基金是一所非盈利组织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北交的Silmer市 基金所捐赠的物资主要来源于慈善人士公司及组织的捐赠 也有上千义工帮忙打包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 来发放给有需要的孩童 在义工打包完成后 这些物资会被运送至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教会 教会的牧者和义工会帮忙分发给有需要的家庭 这样的服饰也开启了一扇传福音的大门 通过这样具体的行动 我们能更体会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当别人有需要时 适时地伸出援手 有时也许只是举手之劳 却能大大祝福别人